大家好,我是小胖,我是大胖 今天是12月11号,我爸我妈回国已经27天了 明天就是12月12号,正好酒店满隔离28天结束的日子 但是也不能高兴太早了 回家还得继续隔离28天 对呀,然后前两天呢,我也让我好朋友,房哥 把我家的水电可以燃气费,还有供热费都给交上了 然后还有我舅妈帮我家清扫 然后给我爸妈准备一些食物 还得继续隔离28天 然后在这里我也要谢谢我好朋友,房哥 还有我舅妈 还有我朋友 给我妈送吃的啥的,特别感谢这些人 然后也有很多网友,就是给我发私信 说得想看看我妈在酒店隔离 然后我也让我妈今天给我发过来了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么黑,阴天是 文东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酒店的环境 你看一下 这是沙发 这个是桌子吃饭 我们两个这桌子吃饭 一个大床 你爸看手机呢 什么呀 然后筹底骨 都电视的一个 还有电视 这酒店环境挺好的 来饭吧,你看看 来饭吧 中午饭 看看啥菜 这是啥菜啊 这是酸菜啊 酸菜和炒白菜片 我那土豆 还不是那个红色油啊 土豆了 菜挺好的 这是今天那个明天就那个什么了 明天就回家了 今天最后一天中午了 这不是白菜片啊 这是鸡蛋炒那个什么呀 炒洋葱啊 酸菜挺好吃 这辣白菜就剩下了 就剩下了 这是什么东西 你拿了的那个辣白菜 你给我 你给我那个什么的 油的辣白菜就剩下点了 我把这酒挺好喝 正好喝了28天 酒店隔离结束 然后现在我跟大胖 熟熟熟准备回复川家了 12月12号晚上7点 我跟大胖在今天收条西瓜视频同步直播了 也就是今天晚上7点的 然后也会跟我爸妈视频连线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